我们一向了解这个柯文哲的一个风格 他是声量第一 所以这个他大概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考 就围绕在说怎么样创造声量 反而是这个侯伴或者国民党这边放的消息 其实非常相对来讲非常少 那当然这个其实也 我觉得这两个阵营的不同风格 当然很多人 不少人是不太欣赏这样子 不断放话的做法 那其实我倒是觉得 就是说有几个事情我们可以来看的 第一个照柯文哲今天的讲法说 两边的幕僚每天都在打电话 所以就没有他之前幕僚 这个有媒体员放出来说 什么因为 对因为挂电话的 挂电话的原因使得双方就停止了沟通 就没有这件事嘛 双方不断地在打电话 这是柯文哲今天所讲的嘛 就看起来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事情存在 第二个当然我想 其实我觉得陈学胜讲的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有一些共同 有一些有很多人的想法 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陈学胜讲的这一句话 就是说我想在过去这一两年 尤其在疫情高涨这个时候 在疫情的那个阶段 很多人对柯文哲是蛮肯定的 也都有不少的期待 那就是希望说 过去跟绿营走在一起的人 现在能够在大势大飞的问题上 能够站在对的道路上 能够让这个社会 能够让台湾的政治有更多的制衡 能够让台湾的言论有更大的自由 也能够让两岸之间有更多的和平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一个 看待柯文哲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讲这个也许太早 但是我觉得必须还是要提醒 所有的好朋友们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 还是要去很持平地来看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感觉到不耐烦 有一些人感觉到很生气 对于柯文哲的一些说法感到很生气 第一个就在于说好像感觉到说 他原来是讲说他要推动内阁制 内阁制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要打破赢者权拿 但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并没有处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到底如果他选政的 他当了总统 他的组阁权是不是由国民党来负责 来国民党来决定内阁人选 就是组阁权是不是归国民党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赢者权 不是打破赢者权拿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在这里 对不对 就是说你会不会把 如果你当政的组阁权会被交给国民党 那照我之前分析他的讲法 他说他选政的 那输的人可以推荐一个副手 就这样子 他完全没有处理到说 行政院长是由谁来决定 所以我想大家会很恐慌说 那你会不会创造了另外一个像陈水扁时代 找唐飞来组阁那样子的模式 国民党完全使不上力 那个时候他也说 这个唐飞是国民党籍的 可是结果陈水扁从第一任到最后一任总统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 有任何参与的空间吗 没有啊 他也可以说我用了一些国民党员 可是这不是我们大家看到的一种 所谓内阁制的精神 这也还是一种赢者全拿 因为他并没有说是在党与党对党协商的基础上 去组织内阁 更不是尊重所谓当时 就陈水扁当时做法是没有尊重 所谓国会最大党 那好了 现在处理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柯文哲 如果你当政的 你会不会跟民进党来阻割 如果明年立法院选举还是民进党是最大政党 即便他没有过半数他是最大政党 你要不要找他来阻割 这个也是在选前 尤其在这个当口大家希望听到一个答案 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清楚的答案 他前几天说 他说未来会是以国民党为主力 但是我想这句话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是善意 可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那里 就是到底未来是不是由国民党来决定隔魁人选 是不是由国民党来决定内阁的组成 这就是所谓组阁权的一个核心 第二个你会不会跟民进党合作 这个我觉得这是两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你不跟民进党合作 可是完全是由你自己去挑你想要找的国民党的人选 那国民党完全没有智慧的空间 你就不是一个党对党的合作 最后还是一团乱 因为国民党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去跟你进行党对党的合作 其结果是什么 就是大家就散兵游泳 这个意见这个政策我喜欢我支持 那个政策我不喜欢我不支持 那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力量 我想这个危害是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你要不要跟民进党合作 这个也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大家期待看到政党轮体 很多人是希望明年是整个气象更新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不要再有贪腐 我们不要再有言论的潜质 我们也不要再有战争的阴影 这都是人民所期待 这也是我们希望换政党轮体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但是柯文哲可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他必须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就是到底你如果你来当总统 你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同 你会不会跟民进党保持距离 你会不会真的是能够带领这个在野党 今天的在野党创造一个新的气象 我想这个其实是大家很有疑虑的一件事情 因为柯文哲过去的一些公开的说法 对国民党其实我比较很坦白的说 就是是有一些敌意的 这是事实 那当然柯文哲也有他的弹性 也有他的这些很吸引人的风格 这个我们也承认 但是现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说 你明年如果你当总统 你可不可以把国民党当作是一个 一个你的伙伴政党来共同的来执政 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要注意到的是什么 柯文哲经历过两次大选 一次是2014年 一次是2018年 这两次大选 他都是跟民进党合作 胜选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结构底下 他明年如果今年在蓝白和之下 他要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那明年他将是跟国民党合作一起选举 这个一起选总统这个跟他过去选举成功的方程式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问题是 他怎么去面对绿营对他的这种根本的质疑 这当然所有的这个在野党候选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他过去是绿营支持的 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又怎么样能够让国民党的支持者 能够相信他是真心拥抱国民党的支持者 而不会对国民党的支持者 对国民党人抱持一个敌意的态度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一些问题 我相信柯文哲有他的智慧 可是我认为他必须要在这些问题上 有一些很清楚的交代 有一些很清楚的表达 否则大家是不放心的 也就是我们愿意支持你 可是你愿意拥抱我们吗 你愿意来拥抱这些 长期支持国民党的这些 深蓝的群众也好 浅蓝的群众也好 还是你心里总是认为你是绿的 你会跟绿的合作 在你认为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丢弃这些 我们这些当初支持你的这些蓝的群众 这是大家内心的一些恐惧跟担忧 我觉得在我们进入一个 蓝白河的一个深水区之前 我觉得这些问题 其实是柯文哲需要很清楚的 跟大家说明 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偏见 这只是从过去 每一个他的这个从政经历里头 我觉得会让大家担心的地方 过去很多人说 如果是这个侯科配 那么很多这个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 就不会投下这一票 会转而去投赖清德 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柯侯会 或者柯跟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来搭配 要争取国民党的支持 国民党的群众难道不会有疑虑吗 也会有蛮不少的人 不少的人也会有疑虑 也会投不下去 那这个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你需要让大家看到 你是愿意真心拥抱蓝营的群众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也很希望未来这一周能够看到 他有一些 就柯文哲先生 柯文哲主席 他能够在这些问题上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家庭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